这里是位于安大略省中部地区的一个专业苗圃花店 这里距离多伦多开车要一个多小时 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像这种锥形绣球 它最旺的季节 最红的季节 其实最旺已经过去了 它开的白花是它最旺的 花后它的花期过了以后才是它最佳的表现 49块钱三家轮的盆子 虽然这个季节应该是清仓季节了 但是它大部分植物 我发现这个花店特别有自信 只是小部分的花打了小部分的折 我估计绝大部分观众也没有机会来这看 那咱们就看的什么有意思的 说一说 有意思吗 几乎所有专业苗圃 它卖花植物啊 价格都会偏高 因为它就靠这个吃饭 39块钱的Vegilla 这是一个著名的品种 莫奈系列 40块钱 好了 还是凭良心说话吧 我觉得旁边这个更吸引我 更吸引我 更虎 我的天哪 太舒服了 摸上去也是像那种橡胶的感觉 很撒实 同样的道理 这个也是需要买追星绣就所有植物啊 都要找品种 先认识一下这叫什么品种 这就是little lime punch 这个是新品种据说是 至少是新介绍到加拿大 循序秘密看价钱45块钱两加轮 你看到这么红或者这么白 变成这么红 它可能持续的时间也就是一两周很快 就变成像它一样 然后又变成像它一样 所以对它对这么漂亮的花也有正确的期待值 虽然都说它花旗长 最表现最能表现的时候也就是一两周 日本林草香风草香根草 一加轮25块钱 香根草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什么呢 枯萎了还没表现呢就枯萎了 什么原因呢 在它生长季节需要水的时候太干旱 太晒 9月中旬开的灿烂的 还有Rose 好香啊 不仅颜色漂亮 仔细看了一下 首先从盆子看吧 不像是Nocot 为什么 Nocot都是 你要卖Nocot的花 就要用Nocot的盆子 它不是它的盆子 不是圆盆 好不容易从它花盆里挖出这个来了 这是它的名字 一定要记住了 Rosa Flower Carpet Pink Supreme 漂亮吧 这也应该是多次开花的 容易开花的 而且从它的叶子上看 很干净 有很好的抗病性 虽然偶尔可以看到一点点 一点点白粉 但是你看这湿的刚下完雨 到秋天这个时候 不长白粉病 或者极少白粉病的 就算是抗病品种 都说是抗病品种 绝对没有人说 我这个不得病 没有 不可能 没有找到它的价格 但是呢 你可以在附近找找 或者明年春天夏天的时候 找找这个品种啊 取代 Nocot 哇 转来转去 又转到 为什么会又转到呢 太吸引人了 对吧 这是什么品种 老远就看到这个牌子啊 这个应该是和香草草莓 同一个公司出品 Berry White 怎么样 前不久也看过 它的花也能开到这么大 沉甸甸的 看它的同时 闻到香味的 哪来的香味啊 看看 现在可是九月中旬啊 这是一年多次 或者两次开花的韩国丁香 认识一下名字 叫 Three Seasons Lilac 春天和夏天和秋天都会开花的 我的天 三季开花的 这应该是它的名字吗 48块钱 价格也体现出了它价值 是吗 先不说它花香有点刺激性 你看它的小花 太奇特了 这里可是 这里应该是奈寒五区 甚至四区的位置吧 五区五A有可能 或者说这个地方比多伦多要稍微 要稍微冷一点 而这种韩国丁香 奈寒据说能到三区 苹果树 别光看了 花了 还要吃 不错吧 这是矮小品种 我相信啊 这应该是矮小品种的苹果树 有人就专门把它种在阳台 多少钱 87块钱 Scarlet Centennial 而且还写了哈 Columnar Apple就是它树枝长的 它不会横向 这样的话节省空间 这里还有 Blushing Delight 145 都没写着打折哈 看看 树果累累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如果你要是盆栽苹果 就能长成这样 高兴吗 值得悬崖吗 好了 这么漂亮的花店 这么漂亮的花园 今天就说这么多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